这篇讲解是2024年的最新比赛 虎门碑 这是第三轮 围困鹏城 红方是曹茂哥 何文博 黑方是业余企王亚军 老叶华 双方遇到之后 走了一个金沟炮 对军三组 这度起 何文博比较擅长 那么这里 黑方也是严阵一带 这里对军 红方是部队 黑方挑了鳖马 红方是冲兵 黑方就飞向 这儿红方飞向 黑方补个式 红方他也补个式 开局也算平稳 黑方主动对居 红方也是接受的 换掉以后 红方上马 黑方是出鹏区 红方浸泡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 将来你出居之后 不能点进来 你走河口的话 可能担心他上马踩不利用 所以对方就没有出居 正常出居也可以 直接上马也行 这两个选择都可以 那么他选择招法 十炮八推二 这招棋可能是想用强 强行的出居 将来的话通过对炮 来胁迫一下红方 二路线 照一会进来 击中马吃炮 但这个棋他用强了 人家就点进去了 黑方反而被串了一下 他决定就落下给你换掉 换完之后呢 最终红方强占了二路线 黑方不但没强占点位 而且这个向海飞起来了 阵型呢 有点不舒服 到这儿他把锯拿出来 红方选择挺兵 先把马放火 到这儿也是非常稳 其实就可以直接去 抓对方的马了 黑方到这儿 还是应该把锯点进来 找机会胁迫对方的马 以攻带手 比较好 不是的话 他的意思是 红方进鞠抓 他要对鞠 其实这个棋 不对鞠也不太好下 比方说你现在 正常上马担心 这里会有一个 丢相的可能性 上马看相吧 又担心人家过来吃 追杀你 或者是放中炮 打中足的变化 所以在这儿 黑方决定把锯换掉 那看似双方对完之后 子儿是一样多的 比较平稳 但是这个棋不一样 红方这个马 就比黑方活跃 那这儿的话 他就上 黑方现在这个棋 他的马 一个马上来 暂时没有目标 还担心这个马 走完之后 将来人家 抢他的这个中足 所以临场 他就落了个誓 把足看住 红方到这儿 双马盘和 虎视眈眈 黑方则是上马 红方继续上 到这儿 黑方是进足 他的意思是 你吃掉我 平炮先起后去 但是呢 红方没有给他机会 先打了一步 黑方退回防守 因为他上来的话 担心将来这个中足丢掉 退回之后 那红方继续上马 准备能够抄杀他 对方到这里的话 他选择的招法是 弱势 红方继续甩炮 马后炮吹杀 黑方捕势 认为将军可以出来 红方呢 这个棋 如果正常将 出来 平炮 担心对方可能有个 进炮打马 你将他就垫进去 双将变马腿 所以在这儿 暂时是没棋的 红方走的一个小兵 冲过去 这个棋是围而不打 他的目的是引对方 你只要敢这么下 那可以 我就供你 只要你敢吃江义军出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杀 因为双江杀 对方只能上老江 但是这个过程中 他一江也不耗给吃 所以对方这个棋 没办法 觉得这儿 你想吃冰是吃不到的 他故意的诱你 黑方一看赶紧做个事吧 这样红方还不着急去拱他 而是先把中族给踩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走到这里之后啊 他还是骗你 给你吃个冰 你还是不敢吃 如果你非要吃 会怎么样呢 到这儿啊 人家这里有一个条江 那正常就有上 还是江 再上来的话 平炮杀了 出来的话 回马一江丢死 那么下去的话 他也是这么一江 最终还是这么一江 你现在这个棋 如果左右走啊 他就回马一江 把马吃掉 下去就才试杀 上来的话 这个棋也是不行 他有一个放中炮 下一步杀你 这边看似将近是炮 正常你得躲炮 对着马腿 他这棋怎么杀呢 先跳底线一脚 你出不来就有下 他不是一财 你左右为难 你还得给他送个炮吃 所以这种棋啊 对方叫狮子 那这棋就相当尴尬了 有刚才说到 你要是不打 他就攻击的马了 你现在就白走 所以他这种棋感觉没用 他就不敢这么下了 他只能先补个式再说 把阵型稳住 红方这个棋走 马偶推刺 到这的话 继续呢 右对方 那这时候 能不能选择把这个兵吃掉呢 其实没用 他先打马 这个马上不来就有退 然后他的兵只需要平一步 找机会下去 可以抓死马 马一走 这个猪又被吃掉了 所以红方这棋啊 净多三兵啊 那就相当厉害了 关键黑方还没有子 可以过河 等着还打呀 所以他到这里 仍然不能选择炮8分9 到这儿啊 相当痛苦了 他选择进炮 把红方赶走 也是顽强的招法 红方退回反招炮 黑方进气足 到这儿的话 拱双 他有一个闪击手段 打文攻偷袭 这里需要飞一个像 然后退回 接下来上马踩马 对方退回 这儿的话平炮 打对方鞭足 对方飞向 打掉 甩炮的话 将来想打双马 红方先逃一个 准备你打马 我可以上马踩你的马 那么你在上马 可以做中炮按你啊 所以到这儿 对方决定先踩炮 把他赶走 红方则是 抛下底线打向 这个向一丢 也是等于输 对方就飞向了 这样的话 这个马暂时就上不去啊 红方他可以去踩 但是呢 并没有着急 因为你踩的话 他可以支持 暂时没有用 红方就冲兵过去围城 准备了拱炮 将来的话 把马再困住 到这儿 黑方强行上马 准备啊 马三进武冲上来 红方的不怕 你马三进武 他兵武精 你还上不来 到这儿啊 确实憋屈啊 那么他知识啊 到这儿就踩炮 有一个跳马 马炮 穿江逃跑之后啊 串一下 红方也不怕 他可以落向各端 黑方赶紧逃跑啊 回马锁住他 找机会呢 把兵扛住 然后呢 看能不能过去 对方他落势以后啊 这边打马 那么踩炮啊 他刚好在串队里 所以这个顿挫走的妙呀 现在黑方直接被牵啊 打开了炮 准备退回来防守 红方到这儿就有个向 扔起来 那么对方选择招法 是退回 这样就可以跳二路马 红方先挪向 黑方他直接上来 是没有出路的 他知个事 过兵之后再落个事 准备马二进四啊 跟红方拼了 红方拼兵倒也不怕 你要拼 他就接受了 拼完之后呢 知个事啊 小兵拱事 到这儿对方有跟 他退回挡住炮 在这儿红方 变兵又过河了 到这儿以后 对方就认了 因为这个棋 你什么也吃不到 红方这三个兵 配合马炮围成 黑方就一个炮可以走 还不敢往前走 也没有用 后面的话 那这个马上不去过年 所以他 没办法还手啊 只能挨打了 到这儿就是个败事啊 挨花认输了 那这盘棋啊 何文博获胜 对方说的 这盘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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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棋啊